新政府上台仅45天 拉美第三大经济体阿根廷就爆发了全国大罢工 当地时间1月24日 阿根廷各大工会发起12小时全国大罢工 这也是自2019年5月以来阿根廷首次全国大罢工 此前阿根廷历史上尚无新总统上任不足7周 便遭遇大规模罢工的先例 据悉此次罢工旨在反对总统米莱的经济新政 据阿根廷警方估计 此次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约有8万人参与罢工 而组织方则称首都参与人数达60万 全国共约有150万人参加罢工 在罢工的12小时中 阿根廷陷入全面瘫痪状态 银行、医院、政府部门、邮政、港口及商业航空等多个领域受波及 如阿根廷最大航空公司阿根廷航空 因此取消了近300个航班 约2万名乘客受影响 货币贬值物价走高 民众抱怨吃不起饭 据报道 此次全国性罢工旨在反对米莱的经济新政 抗议者要求国会否决政府于去年12月颁布的 必要性和紧急性法令及国家改革法案 这两部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 涉及修改或废除366项监管不同经济部门的法律 很多人因通货膨胀 工资贬值及食品价格急剧上涨而参与罢工 一名教师说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什么都买不起了 我的工资几乎缩水贬值一半 还有人表示 过去每周还能吃一次烧烤 现在连大米也快吃不起了 租金价格也在飙升 单靠工资已无法维持生计 米莱政府一系列经济措施包括 取消对公共事业的资助 降低能源与交通补贴 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暂停新建公共工程招标 以及禁止国家干预控制食品 基本商品 租金和健康保险的价格等 当局还将本国货币比锁 大幅贬值50%以上 至一美元兑换800阿根廷比锁 此后每月稳定保持2%的贬值速度 货币贬值能够使阿根廷出口商品价格 大幅降低 自己对外贸易增加外汇储备 缩减预算能够减少财政赤字 但本币贬值同时造成了国内通胀率飙升 物价暴涨 天然气 公共交通和药品的价格翻了一番 民众纷纷表示初步满 通胀率打破30年记录 困难群体雪上加霜 此次阿根廷全国总罢工 是自米莱上台45天以来 布宜洛斯艾利斯举行的第三次大规模抗议活动 第一次发生在去年12月10日 当时这位新总统宣布了放松经济管制的计划 第二次于去年12月27日举行 因阿根廷货币比锁贬值 以及政府财政调整导致物价暴涨 社会组织和工会呼吁停止新法令 米莱于2023年12月10日就任阿根廷总统后 实施了所谓的休克疗法 颁布了包含300多项政策的行政法令 并提出了包含600多项条款的全面法案 以期从根本上改变阿根廷政治 社会和经济结构 减少财政赤字 控制通胀 其第一把火货币贬值 似乎初见成效 相关数据显示 2023年12月该国对外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 但本币贬值也带来国内通胀加速走高 再加上多项福利政策取消 这引发了国民大规模抗议 一些阿根廷人支持米莱的举措 认为这是稳定经济的必要步骤 起效需要时间 而批评者则认为 紧缩措施影响了工人和农民 导致这些群体的困难加剧 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报告 米莱上台一个月后 该国通货膨胀率持续飙升 去年12月通胀率达25.5% 2023年累计通胀率达211.4% 双双创下30多年以来最高纪录 一举称为拉丁美洲通胀最高的国家 许多经济学家都悲观地预测 阿根廷2024年通胀率将高达30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